南韩经纪公司以党娱乐 该公司旗下艺人有IU和盛世锦 昨天发布提告酸民的诉讼结果公告引起话题 以党娱乐表示 从2019年起 积极搜查在网路上多次发布对IU过度的侮辱 人身攻击的留言及发文证据 公司在搜集证据后对此人进行举报 而该留言者也已经承认了所有罪行 就在不久前法院判处了此人有期徒刑8个月 缓薪执行2年 再加上18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 和40个小时的性暴力防治讲座 对于这样的结果网友们相当惊讶 原因是很少看到这么重的判决 引起网友讨论 另外未来此人如果再犯 罪行还会再跟着加重 对于这样的结果 许多网友也是拍手叫好 以党娱乐也强调 公司对于网上的恶评绝对零容忍 并全力保护旗下艺人 不少人也赞赏公司强硬态度 以党娱乐真的是保护艺人的 最佳典范 最佳典范 Hopefully We willrate 不 discussing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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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